我們有所謂的緩撞車 動下子輔助系統會沒有辦法判定 也因此有造成高速公路上 直接撞上緩撞車 還有半點時間我被你跟交通部開會 會不會太慢 主委 不會 你敢說我不敢聽了 拜託 你這句話我拜託你收回去 不要嬉皮笑臉 明年5月才完成最終調查報告 這個速度 大家都在上太空 我們不要我們的運安會還在殺豬公 本席要特別跟您就 ADAS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自動駕車系統 這樣子的一個事故來跟你做討論 台灣跟其他國家最大的一個不同 在你的報告裡面有寫到 是什麼 針對這個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確實有 我們沒有像美國那麼成熟啦 我們現在車商都是到2.5級 但是 駕駛輔員被告訴說 你這個有自駕車的功能 所以才導致一些 意想不到意外的就發生 主委 如果你這樣回答的話 本席蠻遺憾的 代表你可能到現在還沒有進入狀況 還不了解說真實的原因 台灣跟其他歐美國家最大的不同 是因為我們有所謂的緩撞車 那緩撞車就也是俗稱的蝎子車 好像是很多的這種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會沒有辦法判定 也因此有造成很多的狀況是 高速公路上後面的自動駕駛系統 直接撞上緩撞車 去年總共有幾件 這種緩撞車在國道上被撞的事件 347件 300多件有一半以上就是將近快200件 是用這種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然後有撞的 過去在去年也就已經有討論 緩撞車被撞的事故 為什麼 因為這一年有一兩百件啊 你剛剛自己也親自承認了 一年有一兩百件 所以這問題大不大 本席認為蠻大的 如果說一年有一兩百件的話 那代表是說這樣的一個事故 不是單一 而是可能各廠牌的 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對於這個緩撞車都很難辨認 那我想請教 現在運安會到底我們在做這一件事情 我們 跟 跟所有御書的目的書的機關 我們有定期有在開檢討會 那這個案子 要檢討到什麼時候 要什麼時候開始檢討 什麼時候才能夠真真真真讓國人了解到 因為 你們現在運安會立案調查 但是天天上國道的這些承包商 在緩衝車上面施工的人員 緩撞車 緩撞車前面施工的人員 還是提心吊膽啊 我們今年六月四 真的包括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緊鑼密鼓 會 還有半點時間 我們會跟交通部開會 跟他講說 我 會不會太慢 主委 不會害 這已經 不是 哇 主委 你敢說我不敢聽 拜託 你真的 你這句話我拜託你收回去 我收回來 真的不要 不是 主委 收回來 不要不要嬉皮笑臉 不是 我很實在話講 本席今天為什麼會在這裡 在這質詢 就是因為媒體已經報導 而且 國內大家也看到台灣跟其他國家比較不一樣 為什麼其他國家沒有這種狀傷 就是因為這個鞋子車在其他國家可能比較沒有這樣的一個車型 那會不會是這些車商的這個雷達裡面沒有判讀這個車子 明年五月才完成最終調查報告 現在四月 然後你跟我講明年五月完成最終調查報告 我說實在這個速度喔 我剛才已經報告過 大家都在上太空 我們不要我們的運安會還在殺豬公 我事後我把一些詳細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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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 感谢观看